欢迎观看真观点之笑看新闻 我是真飞 习近平、川普在联大视频会议隔空较量 微信和抖音在美国的命运迎来转机 人大炮被重判18年 解放军如果攻台 最可能选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开始之前别忘了订阅和点赞哦 第75届联合国视频大会开幕 由于疫情 今年没有一个国家首脑赶赴纽约 但各国在网络上隔空较量的激烈程度不逊往年 美国总统川普在演说中 谴责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先是宣称 没有证据显示病毒人传人 后来又宣称没有症状的人不会传播 中国政府和国家健康协议 却纽约被控制了中国 谴质地认为有没有证据 人到人的传播 后来他们谴质地认为 尤其谴责中方在病毒爆发的早期 限制了国内旅行 却仍然允许航班离境 导致病毒传播到全世界 川普还抨击了以牺牲自己人民为代价 追求全球野心的行为 称只有照顾好自己的公民 才能够找到合作的真正基础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则强调 各国应该相互尊重 单边主义没有出路 要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命运 大国应该带头做国际法的维护者 尊信首诺 不搞双标 习近平尤其批评冷战思维 以意识形态划线 川爷和习总的讲话风格迥异 川普是火力全开 总共11次点名中国 而习近平的讲话非常含蓄 没有一次指向美国 但他针对谁 相信谁都能看得出来啦 在前一天9月21号的媒体采访中 川普罕见的公开把矛头指向习总 当记者提到习总时 他说每次说到疫情 我就对他非常生气 他们本来可以轻易的把疫情控制下来 却没做到 让许多国家沉重惨痛的后果 川普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 提到习总是常以我的朋友相称 可惜这种惺惺相惜的时光再也回不来了 X网友给我们的川爷起了个外号 说串串甩锅甩的一手弹 串串就想着自己是对的 如果出错了得找个背锅的 可惜大家都知道这个串串干的多烂 串串这个外号倒是很亲切 串串香冷锅串串火锅串串 这些我都很爱吃 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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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准备好笑容 列车正在加速驶向世界各地 带你看新闻哦 这位同学怀疑到 你确定是讲话 不是讲笑话 你说他说的是川爷还是习总呢 川爷习总傻傻分不清 中华大总统只见证天下 哇哦好霸气的网民 说三个次序 经济次序 生活次序 国际次序 这是在笑话谁的口音呢 经济社会秩序和活力 CM网友问道 疫情从何而来 如果人民至上 请问你为什么吃特供 谁能和你自为一尊的同中共计 嗯是哦 人民至上的话 为啥疫苗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而不是优先向中国人民提供呢 关于抖音和微信在美国的未来命运 似乎已经演变成了扑朔迷离的肥皂剧 尤其是抖音 各种不同口径 甚至完全相左的消息 不失传来 截至21号 字节跳动的最新说法 是它将会在新成立的抖音国际中 拥有80%的股权 但川普表示 今后抖音在美国的数据 必须完全由甲骨文控制 否则就不会批准 只能说截至到目前综合各方的消息 似乎抖音不会完全出售给美国公司 而川普似乎会满足于 只要能够保证数据的控制权 美国人的数据不会被传输到中国就可以了 毕竟抖音在美国涉及数万人的就业机会 并且据称有1亿人在使用 所以希望结果会是个让双方都皆大欢喜的 而微信的情况就节外深知 可能会演变成为旷日持久的法律输送赞 美国商务部曾宣布 从20号就禁止在美国下载微信 但加州地方法官比勒在裁决中认为 商务部的禁令影响美国微信用户的权利 暂停政府对微信的禁令 这里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出 在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区别了 在中国只要是党做出一个决定 所有与之相抵触的法律立马变为浮云 如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个人财产受到保护 但党只发布了一个意见 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企业统战工作的意见之后 民企瞬间心领神会 所以这个文件一出台 移民机构的生意马上火爆起来了 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 正在为长期的法律诉讼做准备 哎 川普归为总统 在一个地方法官的判决面前 居然也只能乖乖的遵循法律程序来办事 难怪他之前就对习总的一言九鼎 羡慕嫉妒恨过 自称代表微信用户向联邦政府起诉的原告的背景 也被起底了 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 由朱可亮等200多位华裔律师组成 朱可亮明面上是硅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但他还有一个身份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硅谷办公室的合伙人 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是原中国司法部的直属律师事务所 参加过审判四人帮的 懂了吗 美国政府迫于事态变化 已经把对抖音的禁令 截止日期延长到了9月27号 抖音的命运无论如何都会很快水落石出 而微信会怎样 我们只能耐心等待啦 网友ZYX说 原来是个党的属下 这就明白了 那必须是咱党员站出来的时候 还能留在美国的党员 可是不容易啊 网友石头跟铁说 看他就是个活脱脱的一个中共代理人 建议美国政府从这个朱可亮开始查起 一定能查到不少中共间谍 周正网友说 华人用言论自由的权利 维护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平台 哇哦 不明觉力 精辟 昨天9月22号 北京一家法院以腐败罪判处 任志强有期徒刑18年 由于任志强已经69岁了 所以尽管听起来是十几年 但基本上等同于误期徒刑 法院称任志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 贪污公款 非法获利1900多万元 说实在的 就是任志强真有这么多钱来路不振 也比起动辄从家里查出多少亿的现金 累坏了多少台的点钞机的中国党国大员 任大炮也绝对算得上是个清官啦 法院称任志强已经承认所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 并接受法院判决 不会上诉 难不成给了任大炮两个选择 服从判决不上诉18年 不服从30年 任大炮一考虑 那还是服从吧 脑子动起来 任大炮的罪名还有丧失理想信念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哎 你说 都69岁的人啦 太不成熟啦 让我们学习一下成熟的人大代表们 都是怎么做的吧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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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任志强的朋友曾在中央党校当教授的蔡霞说 这次重判任志强绝不是因为经济犯罪 而是因为他的言论 就是要杀衣警板 尤其给红二代看的 陈志军网友问 任志强因为一句话判了18年 请问这是什么政府 所以嘛 我一再提醒大家 在我们大国要敬言慎行 小声点 舅舅网友调侃道 没有临时处死 株连九族妻女卖到妓院 看来中国还是进步了 人类一小步 中华民族半个马拉松 沈浩网友说 任我行 终于被东方不败囚禁了 金庸知道自己的小说活生生的 于现实中再现的话 会不会从坟里蹦出来 看过金庸小说的你们get到了吗 表演给我点提示吧 熊宝说70年了 还要思考 还没想清楚 也是够了 嗯 这确实是个问题 如果您身在我强国 人有幽国幽民的情怀 你会怎么做呢 会像人踏炮这样敢言 还是谨慎 留言告诉我 网友黄先生说 都已经说了习近平了 你行 近日台海局势高度紧张 两岸军方动作频频 解放军空阵宣传中心 近日精心制作了一部宣传片 显示中国空军轰6 既可以携带常规炸弹 又可以携带核弹头 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00万次了 影片中轰6轰炸机 从一个基地起飞 攻击岛上敌方军事基地 见飞行员果断按下按钮 巨大的烟雾腾空而起 我轰6成功完成突袭轰炸 发布影片的空军再现成 今日发布震撼画面 战神轰6K力剑出鞘 人民空军作为祖国空天安全的捍卫者 有自信有能力 时刻捍卫祖国空天安全 大国配件千里点穴 但中国网民发现片中的场面 竟取自于好莱坞大片 包括2009年拍摄的 《变形金刚2复仇之战》 1996年拍摄的《勇闯夺命岛》 以及2010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 拆弹部队 这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台湾空军22号展开大规模演习 模仿对岸空军对台湾可能空袭的飞行路线 测验各种飞弹 地面战机 海上还有军舰协作作战 总统蔡英文前往澎湖 观察台湾空防第一线的天狙部队 强调不能让别人在台湾的领空耀武扬威 这感觉好像要打架的节奏啊 美国前海军副部长 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海权中心主任克罗普希预测 解放军如果攻台 最好时机就是11月3号 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日之后的这一周 他认为解放军的每次军演 都是在测试台湾与美国的反应 同时检验军队的作战能力 为进攻台湾做准备 他还说中国如果想拿下台湾 必须速战速决 透过远程导弹即逐步分成防御隔离海岸线 提高美国干预的成本 美国总统大选当前 党派之间的敌对意识越来越激烈 若选在11月3号之后的一周攻打台湾 美国介入的可能性就降得多 这我得赶快给习总支个招 咱强国封锁网络 习总都不一定看得到这个国外的好主意 我觉得习总身边尽是那些城市不足 百思犹豫 只会留去拍马的货色 刚刚访问台湾归国的美国古此清纳克拉奇 又马不停蹄的开始了对欧洲的访问 推进清洁网络倡议 也就是在电信移动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商店 网络云服务和海底电缆五大领域 全面清熟不受信任的设备和技术产品 这波迄今英国捷克波兰等国家已经决定 在5G网络中不会使用不可信任的供应商的产品 法国 印度 韩国 日本等国主要的电信运营商 也已经拒绝使用中国共产党监控体系下的工具 加拿大的三大电信商也都表示 不会在5G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 看来美帝真是亡我党之性不辞 我有一个主意给习总参考 既然中国共产党这块招牌已经成了重视之地 咱要不换个马甲 好像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就曾提过这事呢 台湾方面也不消停 最近有件事引发了持续的关注和各种猜测 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最近将推特个人账号简介 修改为台湾驻美大使 虽然肖美琴后来声明称她目前的职务 仍然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 说什么大使不是美国官方目前所承认的称谓 但这也不是她个人的自疯自嗨 这话怎么理解好呢 对了我想起一件事情 上期节目播出之后 有台湾朋友向我吐槽 说小英总统新高期啊 梁家和小学生博士可配不上 抱歉抱歉我为了两岸和平心切 可能考虑不周 成不成必须由小英总统 习总和彭老马三人决定嘛 我以后可再不敢乱点一面羊谱啦 台湾朋友如果不开心 竟可以拿板砖拍我 不过最好轻点啊 我觉得吧还是应该多看别人的长处 习总除了常读错字 优点还是很多的 比如习总年轻的时候 就曾挑200斤的担子走山路 10里都不需要换肩呢 我那时候抗200斤麦子 10里山路我不换肩呢 所以不要老盯着人家那点缺点看嘛 不过作为女性 有件事情我得跟习总说 请您要叫停《最美逆行者》 这个剧对我们女性不公 我还没看过这个剧 听说《最美逆行者》 四散党推出的抗议主旋律电视剧 在国内开播之后 在豆瓣上仅2.1分 在知乎上评分0.6分 创历史新低 这两个网站只好关闭了评分 连相关的评论也都删除啦 剧中有一个情节 公交公司成立抗议运输队 报名的志愿者全都是男性 组织者说 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个啊 按照上帝的要求我还差一个人啊 咱们这个报名的都是男同志 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个啊 在领导的鼓励下 一名离婚女士站出来了 很多观众在网上吐槽 认为这一情节 是在抹杀女性在抗议中的贡献 根据媒体4月初的报道 4万多名支援湖北医疗人员当中 有三分之二十女性 其中女性护士占了将近三万名 是总支援人数的百分之九十 有一条微博评论 获得最大量的点赞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她们将女性推到了第一线 在宣传当中 她们掩埋了这些女性 今年2月一家中国媒体还曾分享了 一段女医务人员在前往武汉前 剃光头的录像 称这些女性啊为最美的战士 这个视频也引发了争议 被指由女性的身体为官方做宣传 所以习总您就在新古典 把那些宣传正能量的主旋律影视作品 都在过过目不然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儿 可都往您头上扣 没办法既然定于一尊 责任必然善大 好啦 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之笑看新闻 我们周六不见不散 别忘了订阅哦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才能够第一时间如期相会 拜拜